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这样 我说凭什么这样 先生是这样 我们培养一个制表师需要15年 我们所有的手表全手工打造 我们做一块手表最少需要5年 我们培养一个制表师15年 做一块手表5年 拥有20年做一个产品 我们要为这个产品找一个好主人 找一个真能懂他的人 戴上以后他还要跟你讲 我们不喜欢卖给你们中国老板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中国老板脾气都不好 都是爆发户 有时候一找草员工一发火一拍桌子 表哥们拍碎了 还说我们质量不好 我们是身世万表啊 是要注意修养的是身世啊 你们如果看以前周老师讲课的视频 经常带着你们鼓掌 自从买了百搭肥的就不敢鼓了 把表鼓坏 就轻轻拍 不开玩笑啊 叫做各位 那就机场就不一样了 那么东西好就是一样 百搭肥的广告就更牛逼了 没有人可以拥有百搭肥的 你只是帮你的下一代保管而已 他一块表开用500年 让百搭肥的扬名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都看过泰泰尼克号吧 泰泰尼克号沉了 过了几十年 是30年还是40年 把那个才打捞上来 结果有一块百搭肥的手表 咱们打开以后还会走 没有人可以拥有百搭肥的 你只是帮你的下一代保管而已 你可以传承的 一块怀表当年卖30万美金 现在那块怀表拍了1.7个亿 一块怀表1.7个亿 叫做各位 他们的175周年纪念款 出来就是1750万 是这样的呀 懂的人就懂啊 他就会看啊 叫做各位 还是那句话 钱没了吗 还在啊 你可以随时变现啊 是这样子的 你认为钱花了就没了 就真没了 你认为钱花了就有就有啊 但是当然了 你要往哪里花 往资产上花 你往负债上花就真没了啊 往资产上花 什么是资产 能够为你带来价值的就是资产 能够为你带来价值的就是资产 你买个车只是为了装逼 那个车就是负债 还有加油 还有保险 但是你买个车是为了业务需要 能够为你带来更多的钱 那这个时候车就是资产 你买个车自己开 只是为了消遣 你买个车租给别人开 车就是资产 再讲话能不能听懂 能够为你带来价值的东西 就是资产 再告诉我一个秘诀 怎么样越花越有 想不想听啊 在周老师看来 钱不是我的奴隶 钱也不是我的主人 钱是我的兄弟 钱是我的朋友 周老师每一次刷卡 边刷会边默念 兄弟早去早回 帮我带更多的兄弟姐妹们回来 这个咒语很狠的 你们把咒语写上 每次刷卡的时候 跟钱讲 兄弟早去早回 帮我带更多的兄弟姐妹们回来 这是咒语啊 很灵的 我不认为我的钱花了 我认为我的钱去出差了 每次出差回来 给我带更多的钱 我去结交一个人脉 然后 我认识这个朋友 哇 交一百多万 跟他合作 但是 哇 他能给我带来 更大的价值 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的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就是 其实钱就是一种能量 你相信什么就会成为什么 这叫心理法则 从今天起来要不要改变对钱的认知啊 就砍花 你怕什么呀 当然了咱不是让你瞎话啊 一定把钱花到资产上 脖子以下是负债 脖子以上是资产 为了脖子以上花多少钱都值 因为都能给你赚回来 大脑就是你人类唯一的资产 先让 你的大脑 是你唯一的资产 只要是往大脑里花钱的 就不叫花钱 叫投资 是你人类的资产 就是你人类的资产 你人类的资产